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 其实是要谈五年前 我们所做的或者开始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字母会从第一个字母开始写 那第一个字母A是未来 但是在五年前当我们试图要来 以未来做一个书写的影子来创作的时候 其实除了未来这个概念之外 以及未来所牵涉到的关于一切的未知 其实所有跟未来连结在一起的 比如说意外以及差异之外 其实在那个时候 我们都还面临着在时间上 我们都已经有一个默契 就是我们打算投入26次的 26个字母的书写实验 就是当我们在书写 这个未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承诺 或者说我们已经在设想 在心理上已经准备要重复 26次的这个书写的实验 我想这么会 对我自己私人来说就是 我一直正在等待 变成一直在渴望拥有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实际上我觉得我是一个活在过去的人 就是我是一个我的生命 始终停留在一个时刻 它就几乎很难移动 那但我觉得或许字母会是 用一种其实距离我非常遥远的方法 也就是说我一直涂法链钢 然后自己想办法再把那个时间摇动 但我能够做的 其实只是做了很多很多的模型跟范围 我觉得到了写字母会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有凯琳吧 还有大家 就是凯琳的提问或凯琳的提示 这个东西它其实让我跳脱了一种方法 也就是说我用的是我自己涂法链钢 用写小说来学习 用读书 用各种超书 还有当然就是我自己大量的经验 我觉得我一直不断地在累积生活经验 一直不断地在冒险 这些其实也就是为了启动这个时间 但当然事实证明其实效果不这样 它只是让我续命 就是一年又一年活下来 但是我觉得到了写字母会的时候 我就很深刻地发现 这一个每一个字母 每一个主题 它都很确切地在逼问我 或是都在用一种方法 让我可以学习着把那个时间启动 我虽然总是一个字一个字的 没有多想的去写它 像是在执行一个任务或密密 可是我总觉得 这就像是一个已经故障的机器 凯琳是一个很怪的魔术师 她在研究那个说明书 可能她给我发出一张一张的说明书 而我按图所记去修复我自己 我觉得这些东西到了现在五年之后 我觉得我看得到我自己 我觉得我已经不是一个活在十岁十二岁的那个少女 我看得到当然这也是衰老 我看得到时间很快速地在我身上移动 然后我看得到我自己 这个漫长的写作过程 所给我带来的一个 对就是未来 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在看 它是每一个字念起来都很像在绕口脸 就是 无我像无人像 无众生像无受者像 可是这里面其实是在一个很奇怪的修炼 的状况里面 就让每件事情都不断再打开 不断再打开 不断再打开 不断再翻转 而且这中间状况里面就是 刚好就是我在写正和的时候 然后这很像这个诅咒 因为这等于是五年期间 我完全进入了一个 我那个小说的完全的 那个噩梦 因为那个噩梦就是 我去南洋之后 我发现他们每一个冠影讲正和水 正和池 正和山 正和池 每一个都很像假的 就是说明明是资料看起来 可是那个资料根本就是 只是在唬人 就是你吃这种正和果 然后你待会百病全消 或说你喝了这种正和水 你又可以长生不老 就是你知道你拿到的真实的东西 事实上都像虚构的 所以那个悖论 就变成是真的 所以我后来就等于 一直在消化一些假的东西 然后一直在消化一些 其实就回来那个悖论里面 那个最奇怪的假设 包括这种正和 他本身是个太监 就是他子孙满堂 然后我就觉得 我进入一个幻觉 这个幻觉就是 不断的后来 刚好每一次字母会 有一个新的字来之后 然后我就觉得 就只有他的药可以去解决我的麻烦 这很像是一种止痛药 比如说你这病是没办法移的 可是你吃了 你可以稍微再撑个两个月 对 然后当时我记得我讲安康瑜 你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 其实我可以 或是我也曾经做到过 我可以花非常大的力气去把 那个安康瑜的骨骼 他的腮肺 他的鳞片 他的血液 或是他活着的状态 我觉得那是过去 就是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兑换 兑价 就像货币的兑价 我可以一比一去兑换 就是你要坐下来劳作 你要写 其实你在写这个时间 你其实就不可能有新的经验 你必须是要用你以前的经验 你要有新的经验 你要出去尬炮 尬炮 尬炮 或者说出去 你懂我意思吧 就是我必须要出去经验 我要出去变浪子 我要出去变成班雅民 变成波特莱 我要在这个城市里面 或是我要像海明威 我要去参加战争 我才能够写 那个 战地春梦 我必须要有经验 我才能够把我所曾经站在这里 不管它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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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安梦艺 或是红楼梦 或是追忆之后 它是一个那么繁华 那么美丽的 的一个全景 但是对我以前的能力 或是意识或想像 我觉得我能够写一个 像陶安梦艺那样 我能够写一个红楼梦 那我寻生自杀的 就安乐史出名 但是凯琳给的功课却非常怪 它是 它并不是要你写的课案 我觉得它对我来讲 就是安康瑜头顶上的那个光 它花了那么大的力气 其实它只能往未来 推那么一点点 就它其实还是 我们还是被压紧 这些包括网络 包括现在全球化 包括所有的这些语言 我们其实还是被压 这个很重很重的重量 压扁在这个 或是过往的文学史 文学语言 文学对文学小说 这件事情的描述 我们还是被压死死的压在这个 二维的平面上 我引用这个宜凡刚好 因为我读了他的 对各位的评论 他引用的那个班牙明的 非常有名的 关于历史 关于未来的一个隐喻 就是新天使 就是倒退着走入未来 我们似乎在看着过去 看着五年前的我们的过去 而在五年前的我们的过去 正在写着一个我们的未来 我们以这种倒退的姿态 凝视着过去的废墟 或者凝视着过去的这个创作物 我们倒退着走到现在的未来 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复杂的操作 不仅是概念上 而且是我们用了五年的 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厚度 所积累出来的 今天早上让我直接的想到的就是 我想各位都非常非常的熟的 就是半年古籍的 一开始的时间感 就是多年后 当奥加迪奥上校面对枪皮行星队的时候 他将会想起他附近 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下午 那我想我们本来就处在一个 一个时间的多重的折奏 跟凹折里面 你们怎么想象 你们怎么以一种创造性的运动 来书写属于你们自己风格的未来 那他的残酷面在于 对我而言 你必须要被迫 去挖紧或者是 去重新设想自己曾经习过的 所有一切写作 也就是说 一边是对于写作的前瞻想像 一边是对于写作的后摄的裁剪 包括我们曾经动用过的方法论 修辞论 所有这一切 只有在这个裁剪发生的时候 也许我们才有可能靠近江耀阵阵开始的形作 可是对我而言这非常困难 因为其实我也没写什么 哈哈哈哈 对 因为我们今天用班牙宁啊 用布鲁斯科啊 其实在我看来他都过于古典 为什么 因为班牙宁对于那个 时间空间的想像 对我来讲 或者对我 以自己的情感来讲 对我来讲他都很像一个 他有很多遗产的人 就是那种大少爷 然后他所想像的那个城市 那个是这个世界上 就是几百年的西方现代文明 所构组进去共构的一个城市 所以那个城市有他自己的古典性 但我们自己理解的城市生活 其实根本都来来不及 或者是根本没有那样的幸运 以这样的方式 自己沉浸出他的地层 或者是他自己的现代文明 我们的城市很像是乡村的伟章建筑 就是各个各样的乡村 绝不倒在一起 然后在二十年三十年内 他长出了一个众人群群之皮 他有他自己的警官 可是我常常遇到一个困难 就是比如说用班牙宁那个 刻意迷路啊 这种想像 来说我可以作为一个 非常悠有的城市漫游者的时候 对我来讲都有一种 我一直遇到有阶级上的问题 因为其实这样我们在钟永和 你不用刻意迷路 你永远都在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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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从这里走不到哪里 对对对 那这个难以去真正的 一个就一个比拟 我是猜想在这个时候 我们其实都是没有遗产的人 那用这个方式来去 用自己的写作 我常常遇到的一个麻烦事情 是说我这么认真的猜解自己的写作 会不会其实就是一种对自己的嘲笑 因为其实没有那么多东西需要拆解 对 因为我承认一件事 对我来讲写作还没有真正的开始 但我有一件事情 然后感到困难就是 它对我来讲还是像虚空照物 我没有办法从我已经感受 全部都已经成就当中拆解 所以像这一次重新化为废墟 重新再做为建材 因为我有的资源 真的其实就不得了 在2012年整个计划开始启动的时候 我是还不存在 我就是在各位的位置 对 然后某种程度来讲 我是一个迟到的人 就是我可能迟到了 就是超过一半的时间 我才加入这个计划 所以就是关于未来跟迟到之间的 的那种那种连结 我觉得好像在我实际参加写作 这个计划 它本身就形成了一个 好像互相应造的 的那个状态 就是说 一方面我们 好像是在写 在朝向一个未知的东西 在书写 可是我们永远不知道 那个被写出来的东西 最后会是什么长相 对 那也许我们 当我们 比如说 我这样一个字 一个字写过去的时候 如果写完A 我终于知道 我的A是未来 我是怎么样去思考它跟诠释它 然后我怎么去回应凯琳的论述 这样 那对我自己本身来讲 它就是一个迟到的状态 就是 我们可能开始写作的时候 对自己要写的东西 有一个很粗浅的想像 可是 在那个粗浅想像 真的 具体在你面前展开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 那个东西是什么 那 所以 每一个字每一个字这样写过去的时候 我觉得它可能都叠加了一个 未来的 的那个性质在里头 每一个字对我来讲都是未来 就是 当我还没有抵达它 还没有 越过它的时候 它对我都是 未来 然后它都是一个重新的开始 它都是从 从一个零度开始的 的私塾跟写作 就是说我觉得 杨凯琳每一次都在要求我们 用一个新的文法写作 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语言 新的文法 甚至是新的词汇 那个所谓的新的词汇 是说把这个旧的词汇 播出别人没有看过的音音 那我觉得那 对 其实是 那对我们来说是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的 对 那如果是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环境里头 要我们做极限运动 我们根本连那个肌肉都还没有长出来 我们怎么去做那个极限运动 我们可以试着做 但我们做的目的是 为了要让自己摔下来 只有的时候 努力的摔得不难看 而已 对 那事实上可能经常都摔得非常的难看 所以我后来 我自己对自己的约定就是说 不行 我不能够做极限运动 我只能够在我的这个 肌肉的张力没有那么强 就是说 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我只能够用我自己的方式 去写 对我而言 成立的作品 对 我觉得我 我意识到我没有办法去写 对字母会跟杨凯仁而言成立的作品 那于是就回到 那种作品不存在 对那种作品很可能不存在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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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听我 那就回到 回到以未来为例好了 关于未来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对我来说 就是在这个面向过去而生 而写的过程里头 试图去找到 试图 那我必须强调 可能每一次的经验都是一场失败 也不一定 去试图去捕捉到那一些 我们其实没有真正认识到的过去 如果从心灵跟精神史的角度来看 我们有没有可能去捕捉到一种心灵状态 那种心灵状态 不是嫉妒也不是羡慕 而是一个我们 还不认识的东西 我觉得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我好像比较知道 我可以如何真的面向未来 那所谓的面向未来就是凯琳所说的 重新开始 对 那个指向的不是终结 而是重新开始 那那个东西也回应到刚刚从凯琳提到的 他跟零度的那个关联 因为我记得凯琳一直不断的在说 这个零度她所指向的是开始 而不是结束 其实 对 就是说对我来说 我好像 从未来开始 一直到我们这个计划 形式上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才开始知道 写字母会是怎么回事 那我也许可以重新 对 我好像得要重新开始 但是我觉得说 整个字母会结束 我最大的解放在于就是说 在过去五年我一直扮演一个虐待狂 我专门灭杀你们 就是说 我做出各式各样的不可能的非人的要求 然后 他是编着编 要求你们进去 那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等的攻击 我其实我觉得说是一个很怪异的角色扮演里面 你们好像扮演了一个受虐者 比如说你们愿意被虐待 然后进入一个 其实你们本来可以不用进去的一个被痛殴 或者说被虐杀的一个这种奇怪的 而且被外衣的命名为文学或者哲学的空间里面 但是更奇怪的是 就是说你们每个人在你们的小说里面 其实是一个虐待狂 就是说你们其实不应该是一个被虐狂 因为你们小说里面 你们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在虐待 在变形 在驱扭你们的小说里面的角色 你们其实本来 本真的性格是一个虐待者 但是在过去五年 就说你们自愿的 变成是一个被我虐待的人 我一直觉得这是我的幸福 和我的幸运 我讲一下有关评论者的心情 就是 这个大概是我第一次 这么接近文学的认身的机会 因为过去以来 我可能都比较安于注意的读者 也就是说我都是看 那看大家的作品 其实很愉快 就像我一开始觉得我可以写评论 也是因为我就觉得 每一篇我都很有感觉 就是我应该可以写一个什么 可是那确实跟实际上面 真的要开始去写你们的每一个字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距离 就是我每次觉得我好像掌握到 你们的小说的一点什么之后 它马上就会又退到 比我跟你的地方 那我好像又抓不到 所以我必须要重新再看一遍 重新再想 你们到底想讲什么 然后或者是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有趣的东西 那每次我觉得抓到一点什么时候 它又马上往后退 那这也是为什么小说就是 它事实上是写给未来的人 因为它其实永远在 比我们所处的时代更远一点点的地方 那也是在这里我确实的领悟到 就是所谓就是莫里斯布朗萧在讲的 就是它在未来之书里面谈到的那个概念 它就是在讲这种有关 最后一个字回到就是莫里斯布朗萧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确实就某种程度上 我的评论就意味着你们的零度写作的证明 当你们看评论的时候 可能又会觉得 这个完全跟你想讲的 或你要讲的是毫不相干的事情 或甚至有时候往往是相反的 或者是我错用的里面很多奇怪的概念 那这个对我而言也是 为什么小说它总是有这种魔力 它不是处在现在的东西 它是最靠近未来的东西 A以未来这个制作的一个开场 刚好是对于小说的一个最好的宣誓 就是它刚好就是在讲小说 到底是什么的这个概念 那可以吧 就是在讲小说的 因为不在讲小说的人 准复杰 ybo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